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里头写具体内容是矛盾的 我以为跟报道者本身有关 他的概念就是说 来自南非跟欧洲的数据统计 美国的习式变种病毒即将大爆发 而绝对大多数人没有很好的 一种防止感染的保护 他大概责怪的就是疫苗 他不这么直说 他里面的问题就是 打两针不管用 他承认了 打两针不管用 CDC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星期五公布的数字 大概在全美国 有八十几个得了 这个习式变种 四分之三的人 是打了两针的 五分之一的人 是打了三针的 abel月 我只是確认了 多数字 未经讯 遇